政府、警察局、人武分局、城管派所 接獲左營分局、博外市路派所 轉三信合作社、文川分社的通報 我們俠阿區有一名老婦人提了大筆的現金 經林貴提問 延遲閃爍有被詐欺之前 要求我們到場區關懷 我們警方接獲電話後立即到場處置 留性老婦堅持該比款項是要做家裡裝修的費用 錢還會放在家裡 我們警方察覺他在延遲上閃爍結結烏烏應該有被詐欺的嫌疑 主教現場巡邏人員附近盤查是否有可疑人車 我們遠景憑著專業的知識以及敏感度 發現住家附近的一家身邊有一群流行嫌疑人 背著背包形狀可疑 主上全去盤查 在其所背負的背包內有查獲現金 賬款85萬 逐待案偵辦 全案警方依詐欺罪檢移送橋頭地方法院偵辦 請頂到討論 請頂到討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